好 OK 好 大家好 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一篇 算是沒有很難 其實蠻簡單的一個 跟財務有關的一個AI的論文 其實裡面他琢磨在AI的部分 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反正大多篇幅在解釋一下 這個在金融交易上面用到一些技術分析的工具 那在開始之前想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產業報告 這一個 等我一下 這個看起來是政治大學的一些學者 他們在把金融應用在AI上面的一些應用 還有一些產業的應用案例 做了這個 report 那如果對這一塊是有興趣的 我很建議 這今年好像一月初發表了 這篇報告可以讓你看到 AI技術可以應用在金融的哪些方面 大家想到這個AI金融 第一個想到就是股票操作 預測價格 但是事實上 它在金融上面應用遠遠不止於此 比如說像這個金融詐欺 那這個真信 比如說一個人的信用 然後一些這個理財 理財機器人 這些這個checkbox等等等等 這裡面多多少少都會介紹到 如果你有興趣 非常鼓勵大家看一下這一個report 那這一篇論文主要是小摩 摩根大通這家公司 他的AI研究部門 他發表了一個preprint 這個預覽本的論文 那這一篇論文的主旨是想要模擬一個 這個人類的交易者 一般我們這個金融的交易資料都是數字 就價格 然後以及他的這個量 就所謂的這個價跟量 那人類在做交易的時候 都會利用圖表來 輔助他的分析判斷 現在是要買還是要賣 就這一張 配合的第一頁 右下角的這個圖 有一個交易員 他會根據這些圖表 來判斷他今天要採取怎樣的策略 那一般我們在做金融交易的方法上面 主要有兩大流派 一個叫做基本分析 一個叫做技術分析 所謂的基本分析 Fundamental Analysis 他就是在做一個財務的分析 別家公司 他的這個財務狀況 他的收支損益表 然後還有一些 這些證件的指標 比如說 本益比 PE ratio EPS Earning Per Share 美股盈餘 還有這個 產業的一個週期 景氣週期 宏觀經濟等等 這些都屬於所謂基本分析 那另外一派呢 技術分析 他只看數字 就如果比股票市場來講 股票的價格跟量 在一個公開流動的市場 這些已經反映了 整個的市場的一個 真正的價值走向跟趨勢 這是趨勢分析他的要因 那技術分析他發展出來 很多的所謂的指標 indicator 指標就是一些把數字 他經過一些數學的公式 他規劃成一些圖標 歸納 然後便於人類分析師 藉由這些歸納出來的結果 來當作買賣的依據 那這一篇論文呢 用到了三個技術指標 那這裡面可能有一些人從來沒有做過股票交易 我先在講三個指標之前 我先講一下金融交易它的圖表的呈現 這個是一個 這張圖是一個日內交易圖 就以每小時為單位 那就是這邊 這邊 中軸是交易的價格 這邊 中軸是交易的 就從幾塊到幾塊 每一個時間段 它的交易價格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價格就會高到低低 高到低低 那如果這是一個日線圖的話 這樣子畫 就是以它的收盤價 收盤價就是 這支股票 在當天最後一個時間的交易價格 這叫收盤價 那如果以這個是一個Apple的日內交易圖 一天它的開盤的價格 比美國時間是九點半 台灣好像是九點 開盤時間的價格叫開盤價 那收盤時間的叫收盤價 那當中股價有可能會往低 比你的開盤價還要低 比你的收盤價 或是開盤價還要高 就會有兩根桿子 最右邊這個圖 如果收盤價高於開盤價 以台灣亞洲 比如台灣 香港大陸 它就會用紅色來表示 就是中間這根桿 粗粗的比較胖的這根桿子 這邊是用白色的 如果它的收盤價高於開盤價 就是紅色 反過來如果收盤價低於開盤價 就是綠色的 那美國的習慣是反過來的 台灣的收盤就是收高 那在同樣的情況 在美國它就是綠色 那這個 在這篇論文呢 它就用白色跟黑色來代表 因為 這個用黑白 因為這邊 其實可以完全用黑白來表示 你的收紅跟收黑 台灣說收黑其實就是收綠的意思 這邊用白跟黑來代表 那這個最上面就是最高價 最下面就是最低價 這樣子 所以 以最右邊這種像一根桿子的 組成的每日交易 甚至每週交易 或是每個月的平均交易 這樣的圖叫做K線圖 我以一個大陸開發的 專門在操作美股 你看個台積電ATR來看 這個就是一個K線圖 這邊 因為這是大陸開發 所以它遵循亞洲的習慣 所以綠色的就是收黑 就是收盤價比開盤價低 下面就是交易量 它也用紅利來表示 下面這個附圖就是所謂的指標 很多指標會用附圖的方式 這個叫MACD 我們大概會講到 右半邊就是從馬分五上市的協調 在今天的交易的價格裡面 對照過往的歷史 哪些是在平均之上 哪些是在平均之下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這個價位 它的價格 它如果在整個平均的買來點 多少區間 你也可以知道說 整個籌碼 有多少被交換掉 就是當天的交易量 有多少就知道 因為你知道TOTAL的股票的數量 那如果整個股票的數量被交易過一次 所以它就變成說 它那個 所謂那個什麼 不是 它有一個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 叫什麼 交易率還是什麼 就等於說百分之一百換手 就當天如果 譬如說一百萬張股票 那整個當天的交易量 達到一百萬張 所以換手 換手率 所以換手率就是百分之一 就每張股票都換了 這樣子 這個是 所謂的K線圖 那一般技術分析派的人 他們在操作股票買賣 大體上也會分成兩類 一個是只看K線 或是以K線為主 不能說只看K線 以K線為主 以K線的形態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 所謂什麼相形整理 上標旗 下標旗 或是最近有出現 所謂什麼 島型反轉 我 開一下眉骨 應該有 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 標夫 500 這個就一個島型分轉 所謂島型反轉 就是說 從這一天到這一天 你可以看到它出現 跳空缺口 中間沒有連著 就架果沒有連在一起 然後到這根綠棒 跳空跌下來 所以這像一個島浮在空中 這個叫島型反轉 這是往下的島型反轉 還總是在下面的島型反轉 這兩種都叫做 那如果 這種島型反轉 後面沒有把這個缺口 補回來 就代表 這個骨要往下 現在看不出來它會不會回補 因為可能在未來的日子 它會把這個空方的缺口 回補了 那這個趨勢就 不會一定會往下 就是 後面價格會 跑到這個綠色的最 最低點 會重貼到 對 就是 高過這個綠色的最低點 這一天綠 這一根綠棒 短綠棒的最低點 那這 島型反轉就被破壞了 那如果 這島型反轉 一直保持住 一般的慣例 這整個就是會往下 這是技術分析派他們的說法 那這剛剛提到這幾個就是 只是看K線的形態 比如說這個 另外一種就是說 比如說叫做什麼 假突破 你看 這邊突然變高 然後假設未來是整個下來 那這個高點就是要假突破 那如果這假突破是一個長黑棒 然後又爆大量 就是在出 阻力在出貨 大黑棒就是 它的收盤價 遠高於開盤價 然後最後是 最低價收盤 就是所謂的長黑棒 它另外一個叫做墓碑線 墓碑線就是低開 然後往上一直走 然後收盤就是最低 這叫墓碑 因為 你也知道那個 就是 如果收盤是在低 它就會下十字 那所謂墓碑線就是 開盤開得很低 收也收得很低 收在最低 但是上面一直往上衝 那如果出現這種叫墓碑線 那如果說最後的量又很大 那通常這兩種情況就是 主力在出貨 那一般我們講說 如果你預知說 主力在出貨 你趕快跟著賣掉 這就說會逃底 因為接下來可能就是狂碑 這是技術分析派 它會看K線圖的形態 那這一天論文呢 基本上是技術分析的另外一種 他們用來超過股票馬來預計 他們會看指標 那這天論文裡面用到了三個指標 一個叫Boringer Benz 中文翻成叫布林通道或是布林帶 那這條黑色的磁心線呢 就是收盤價的這個價格的圖 就是收盤價 那如果是K線圖 你就會看到那個一根一根的蠟燭線 或是叫K線 那這是以收盤價為依據 畫出來的 你就會看到高高低低的一條線 那這一條紅色的叫做平均線 在論文這一個裡面是用20日的平均線 那這裡的平均線叫做簡單平均線 Simple Moving Average 那平均線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以20天為單位 把20天收盤的價格全部加起來除以20 這叫簡單平均線 當然我們會提到一個叫做 這個Istomation Moving Average 指數平均線 它會做加選 這個指數平均線它會 今天的價格的權重會比較高 那簡單平均線每一天的權重都是一樣 那在這裡 它這條紅色的中間線 是簡單的平均線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下面 各有一條虛線 這個上階跟下階 這是20天的標準差的兩倍 就紅色這條線加減兩倍的標準差 加兩倍就是上面這條虛線 減兩倍 兩倍的標準差就是下面的 那這邊是以20天為例子 所以它就是20天的標準差的平均 上下 那這是這條線它的數學規則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如果上下震盪的不是很劇烈 因為標準差也知道 是價格減掉平均的兩倍開坑號 加起來開坑號 然後再去做平均 幾天平均 那如果它的價格變動不大的話 這個上下通道就會變窄 那如果相反的價格的劇烈變動 比如說急升或急低 通道就會變快 那因為這個是取平均為主的 所以這個指標它一定會之後 它不會反應當前的 你會看到它開始出現轉折 都是在幾天之後才會反應 因為它是以平均為例 平均的天數越長 它之後就會越久 我們就回到這一個 這個覆圖的看盤的問題 我們比如說打開這個BOL 就是步履通道 那如果在這個平均線的 就是你的那個價格代 你的這個當天的收盤價 就剛好在平均線上 那如果在之下的 就是它的實際價格 比你平均的要低 那一樣的 如果你的價格在上通道 就是它的交易價格 是遠在你的平均價格之上 由此我們就產生了 這個操作價格的依據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買賣價格 都會低買高賣 你不會去 正常理性的情況下 你會去 可以買在很高的價格 賣在很低的 所謂的高買低賣 你理性的話 應該是低買高賣 所以如果 如果你不靈通道來講 我們會在它的下界 下通道的地方去買 而價格在上通道的地方去賣 就是傳閱上通道買 對 那 這個 不靈通道或是不靈帶 它是一個很 很常用的 短線操作指標 就剛 以這個 網頁來講 當它 由下往上的時候 就是 價格 掉下來 這個下通道 然後要往上 的時候 價格 看起來要往上 往上走的時候 我就開始買進 然後穿越中間的平均線 表示價格趨勢 要繼續往上 這時候可以加碼 那這時候 它突破了 這個上通道 又掉下來 表示它現在趨勢 開始轉弱了 這時候就把它賣掉 那 短線的 在很多情況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做短線的進出 這是所謂的 不靈通道 他選二十天 二十天是一個 在我看來是一個經驗值 它並沒有說 一定要選幾天 但是你 一般來講 都會超過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要五個交易日 我沒有特別去注意它是 用幾天的 它這邊 二十天算是月限嗎 對 二十天基本上就是月限 就是四周的交易日來算 一般我們不會用太短的日期 因為會震盪的太劇烈 我們希望那個 短線的話 因為你日期 比如說日期五天 包含平均線 還有這上下線 都會震盪的很厲害 那 在操作上面不好看 我希望這曲線 能夠 不要太高到低低 能夠平滑一點 所以也不宜取得太短 沒有 沒有 一般來講 我們會利用 通常會有地域性的 一個國家 它的交易系統 我們可能會根據經驗去聽 因為這些都是可以自己設的 它有地域系統的Defaults 但是你可以依照個人的抽合習慣 去更改它的天數 大家可以 這個股票 這個交易 軟體是免費的 看盤是免費的 大家搜尋這個附屯 去下載來玩一玩 然後自己去改這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它的圖表的呈現 會不太一樣 這裡就不花時間再多說了 這是這篇論文三個交易指標的第一個 那一樣它跟剛剛講的一樣 這裡畫紅線有點小 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就用這個價格走勢 它開始突破上界的時候 紅點的位置 就當作一個Bi的買入信號 可是你可以看到 技術指標除了滋透以外 它這種簡單的規則 並不是100%有效 了解嗎 如果它100%有效 每個人光靠這簡單的規則 就一定賺大錢 事實股票市場沒有這麼容易 不然AI早就增幅 大家應用在股票市場的交易 事實上這一塊還是相對於 這個NLP 然後這個Compute Vision 它的進度還算是很落後 你可以看到 即使依照剛剛的規則 這指標這三個是買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次提一次提 有沒有 所以買在這裡就套牢了 止損 繼續買套牢又止損 然後再買再套牢 連續四個都是套牢 所以這規則 不是萬變無敵其中 就是一招就想要打敗市場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這一個論文它怎麼去取資料集呢 它就以這個紅點當作最後一天 往前去20天 就是你這邊看到的這個長方形或是近似於方 那是長方形 20天的這個黑線度 黑白的黑線度 它這邊論文有四種取法 大家很會找 一種是取正常的黑線度 另外一種就是取收盤價的 卡巴迪的這個線型的 趨勢的這個價格圖 那就是以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紅色的 就是這個布林通道指標 由下往上突破的頂點 來收集我的training data 那這邊論文應用到的這AI技巧 就是所謂的二元分類 它裡面用了十幾種二元分類器 但它論文裡面沒有交代 這整個它實驗的細節它完全沒有交代 那我個人猜測它應該是 利用ensemble的方式 把不同分類器的結果 做一個簡單平均或是加權的平均 那它裡面也有用到這個new network SVM 等等 還有ne-near equation 各種方法來做 那它的這個 正樣本就是剛剛講的 收集這些讀 只要是符合這個規則 然後最後一天是 是這個指標買進了 然後減算19天 以20天為台灣 那符樣本就是 不是這種pattern的其他件去收集的 那一般的data都會需要alance 剛剛講過 你遇到in-based data就不好處理 所以會 符樣本基本上取之不解 基本上我就取 只要不是符合這個規則的都是符樣本 那第二個 論文裡面它 並沒有詳細的介紹 它只有文字簡單的去說明 它取的規則 第二個叫做RSI 這邊 這邊 它取的Bollinger Band RSI 跟MSTP 那 Bollinger Band 布林通道 就剛剛我們講的 對我剛剛放的題 這個Bollinger Band 發明Bollinger Band 它出了一本書 叫做Bollinger Band 這是我十幾年前買的 不過我沒什麼看 它這個方法 基本上整個操作比較複雜 所以它自己寫了一本專書 在介紹 我不曉得現在還買不買得到這本書 這個是大概十多年前我買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網路搜尋一下 買這本書來看 這是所謂的Bollinger Band 那RSI是什麼呢 RSI 是所謂的叫做震盪指標 中文翻作相對強弱指標 它基於的規則 就是每天股票會有上漲 也會有下跌 那 比如說 這張網頁 這一頁網頁呢 是以六天來算 論文裡面我記得 我記得 這裡面先算所謂的RS 相對的 Related Strength 相對強度 分子呢 就是這六天裡面上漲 就是股票 相對以前一天上漲的股票 的收盤價值 全部加起來 那分五就是這六天裡面下跌 的收盤價值 加起來 那這就算出來所謂的RS 那算出RS之後 我就可以算所謂的RSI 這上面這兩個公式是等價的 譬如公式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的值會介於0到100之間 永遠不會跳脫0到100之外 根據這個公式 那這個所謂相對強弱 就是說上漲的天數的價格 如果比較強它一定會在股值之上 了解嗎 因為這邊上漲的是在分子 它跟分子越大 那這個就會大於1 所以 這整個呢 你看這邊去減 那這個就會相對的 因為這變大了 這就會變小 所以它已經會大於1 所以它如果漲了 就是趨勢是往上 價格就會漲 所以這時候RSI 就會在50以上的曲線 那反過來如果 價格趨勢是跌的 在這個曲線裡面價格是跌的 RSI就會跌到50以下 那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 看一下這個有沒有介紹 好 就以這邊的例子 就是掉到50以下 那個趨勢是變弱的 50以上 越上面就是趨勢越起 越起 好 那這裡有所謂的超買跟超賣 概念 那 如果這個趨勢 一般來講 我們會用20跟80 如果低於20 high size 低於20 表示它趨勢 一直在很低 那 這個時候我們會認為 很多人在賣 那可能已經賣得夠低了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賣點 那同樣的 超過80 比如說上90 它已經漲得很兇了 可能很難再漲上去 這時候我覺得說 這時候應該要賣掉 不然 因為漲太多了一定會跌下來 它不會無限值 除非這個股票已經被超 像美國股票已經被 美國聯準會 或是叫美聯儲 它就無限QE 不斷地印鈔票 不斷地對市場租資金 那股價基本上就一路一直漲 就很難跌下來 除非是有很大筆的資金在人為操作 不然每個人都需要獲利 你把盤往上拉 基本上獲利的就要了解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操作方式 當它在這個下面 比如說20以下的時候 就是當作一個賣點 高於80以上的時候 當作一個賣點 那這裡有提到 論文沒有提到 所謂的背影 你說你這支股票來講 它趨勢往上 可是這個RSI 卻是往下 就是長文背影 就是它理論上下跟著往上走 但是指標卻是閃過來 這是一種警訊 那如果這是長天期的背影 背影它修正的可能性會越大 背影不一定會修正 它就可能後面又恢復正常 但是如果是月線的背影 有可能會產生大幅度的修正 這是一些基本上操作的國際 這是所謂的RSI 那論文裡面 RSI如果沒有 它是用27天 單做單位 來計算這個RSI 那一般RSI 會有短天期跟長天期 我們就打開附圖 扭扭扭扭 看一下 這邊RSI有三條線 代表三個不同天數的 那如果短 短的就是會比較正當 因為它的時間比較短 那長天期就會比較天花 所以如果短天期 向下突破長天期的曲線 也是趨勢是在往上來 那一樣如果是短天期往下 叫做死亡交叉 剛剛往上就是叫黃金交叉 那如果是往下 本天期往下交叉 長天期的 那就是趨勢 短線趨勢向下 有時候會根據這個 來當作買賣點 都在講股票 不是在講 但是它第二個方式 不過我記得論文裡面 RSI 它好像是用30 而不是常用的20 當作一個 Buy的訊號 一般台灣的習慣 我看到都會以20天 不是 以數值 RSI在20以下 當作一個買進的訊號 那第三個 有這個所謂叫做 指標之王之稱 MACD MACD這個名字 有點 又臭又長 看一下 中文 看你做什麼 不是 M是 M是 Moving 移動 Average 移動平均 Convergence 收斂 Divergence 發散 好像什麼 移動平均 指數 平華異同 有一點 繞口 我不太記得 我通常 對 那 MACD 基本上 有兩條線 然後 有一個 根據這兩條線 畫出來的圖 剛剛我們有提到這個 簡單移動平均線 這裡 用到的叫做 指數平華移動平均線 就是所謂加全 有個公式 這公式 就不在這邊講 大家可以 Google 可以找到 那第一條線 台灣稱作 DIS 或論文 裡面是用 MACD線 為代表 它是以 短天數 減掉 長天數的 EMA 一般來習慣 12天 當作短天數 26天 當作長天數 這個EMH 所謂的 加全平均 12天的 加全平均 減掉 26天的 加全平均 這兩個的差 叫做 DIF 我們看的就是 它兩個的差 的一統 就是 短期的趨勢 減掉長期的趨勢 中間的差 畫出來的線 叫DIF 第二條線 我們稱為 台灣稱為 這裡叫做 MACD 有些說法 簡稱叫 DEA 那 不管或是 MACD 或是 DEA 它是把 剛剛的 這個 這個 12的 EMA減掉 26的 EMA的 這個 差值的 線 做了 9天的 EMA平均 9天的 值 取出來 再做 眼淚 所以它會更平滑 更滋厚 我們打開這個軟體 把這個關掉 我們現在看到的下面這條線 橘色的就是所謂的 比 就是 12天的EMA 減掉 26天 指數 平均 這條 橘色的 那 藍色的就是 這條線 橘 9天的 指數平滑 曲線 所以 藍色會滯厚於橘色的線 那這個再怎麼看呢 你可以把藍色這條線 你看 就剛剛講的就是 短期趨勢 橘色看的是長期趨勢 所以 短期趨勢 如果穿越 長期趨勢 就是DF 穿越 DEA的時候 就是 短期趨勢 是看長的 藍色是短 短期趨勢 藍色就是 12天 的指數平均 減掉 26天 的指數平均 的差值 OK 這是藍色 那 橘色 是 藍色的值 往前 取9天 可是 你那個 DIF 不是橘色的 喔 不好意思 看錯 橘色的 剛剛講反 橘色的 才是DIF 藍色的是 DA 藍色是 平滑 過了9天的平滑曲線 柏拉的平滑曲線 也是用指數平滑 不是簡單的平滑 所以當 這個DIF 向上穿越 DEA的時候 就是滿進去的好 這論文裡面 裡面 裡面 它的依據 就是這裡的 橘色 向上 穿越藍色 這時候 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個 像 扇形圖的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這兩個的差 八 乘以二 那因為 它在下面的時候 兩個都是負的 所以它 你看到 當它兩個都是負的時候 它下面這個圖 是往下 當它兩個都是 兩個相撿是正的時候 它的圖 就是 紅色部分 就是正 這個是後來 變於人去看 這個指標被派發出來 這兩個 等於說是 橘色 減掉 藍色 乘上兩倍 這是這個圖 那另外一種 通常呢 不是絕對的 通常 當DIF 向上 穿越DEA的時候 通常離最低點 不遠 就 你看到 這個 綠色的 這個 圖跟 紅色的圖 零點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比較差 因為 兩個指 一樣 相撿就會等於 零乘一兩倍還是等於 那 另外一個 常用的買點 就是 向上 突破零點 有人看 DIF 也有人看 這個 DEA 我剛好記住我論文是看 DEA 突破零點的時候 那這裡 有可能 會 這邊是剛好是在最低點 但是他可能到這裡的時候 趨勢又反了 不見得是往上 有可能這裡又反轉 所以 這一個是 如果趨勢是一路往上 的話 會讓你買到最低點 但是 如果趨勢是 往上又跌回來的時候 這邊 不是那麼牢靠 可是到了這裡 往上走的時候 這個機率 繼續往上走的 會高一點 但是也不是絕對 他有可能 爬上去 每幾天有點下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在這邊 多空在這邊 纏繞 也是會有這種情形 這是 論文裡面提到的 用這個 MACD的方法 論文裡面 關於這方面的 指標的介紹 不多 所以華爾很多篇幅 在介紹這方面 接下來 是他在訓練的時候 用了幾種圖 剛剛你有提到 以最後一天 當指標 就是他 取這三個指標 這篇論文 其實 真正實在的實用性 並不高 所以如果你讓靠他賺錢 我個人覺得 還太 naive 太天真的 他沒有辦法保證 你一定賺到錢 有可能會讓你賠錢 變很高 不過這只是一個學術研究 他在三個指標 他的資料收集 是個別分開的 所以 training 這個boring band 的時候是 boring band 的dataset training RSI 是RSI 的dataset training MACD 三個是分開的 那 資料的收集方法 基本上 會取 下面這五種 剛剛有介紹的 第一個就是 K線 最後一根 就是 買進去 第二個就是收盤價 第三個是 它的寬度 好像跟價格有關 然後 第四個是 會有一個橫槓 來標示前一天的收盤價 那 第五個 它的 這個 K線的寬燙 會跟它的量 有關 那它的實驗結果 基本上 基本上 以收 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以 收盤價的 最好 今天有訊號 買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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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訊號 買進去 買進去 所以我訓練網路 就是給它看這個 就是給它看這個 Pattern 所以是買那一天的 收盤價 就是買進去 那一天就是買進去 那當然是買越定越好 因為收盤價 不見得 會是 最低 這裡面它論文並沒有去設列這一款 一般來講 你可以 用 比如說你用程式交易的話 你可以設計 一個 比如說 這個 開盤 的價格 開盤或是收盤 或是 因為收盤你要當天收盤才知道 因為它這個是指標會開始往上 所以 一般來講 這一天的價格 應該是不會跌太多 因為它的趨勢已經開始往上 如果它準的話 趨勢應該是要開始往上 所以它應該不會大跌 所以開盤價有可能是一個 可以參考的一群 那如果說 這個指標是可信的 百分之 假設它百分之來準的話 你當天不管買什麼價格 你未來都一定會賺 但是 剛剛你提過了 你一起來講 它應該是要 過去二十天的 決定 你要不要買 它是 你當天不會要知道 沒有 你誤解 這二十天是去訓練出來 這Pattern 所以 我這Pattern training出來的模型 我去實戰 我今天是 當場在交易 那 模型就會告訴我 今天 今天跟前面十九天 是符合 這個Pattern 對 那符合系統 就會告訴我 今天就是要買入 今天這個點 因為它在盤中心 它就會 對對對 它就應該要告訴你說 今天就是一個買點 對 比如說你今天 正在交易 還沒有收完 對不對 比如說開盤 就開始丟資料去為它 然後它很快 開盤三十人 然後它就去問 對對對 它就跟你講 今天這個Pattern 符合過去訓練 記得 下一張圖 這裏面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是以收盤架為主 就是這五個 就對應到剛剛的 五種培等 就是 K線圖 然後收盤架 然後 K線圖 不同胖瘦的 包含前一日的 包含量的 不同胖瘦的 它的實驗結果 是以收盤架的結果 最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它的訓練資料 基本上 都只看 並沒有去說 當天的這些價格變動 因為它只有時間 它其實是以圖表的最後一天 來模擬這個時間訓練 因為最後一天就是 買進或是賣出訊號 它以這個來充當 這個時間而配等 所以變成說 收盤架 就已經充分代表了 這個指標 它在看的這個圖形 那它的實驗結果 左邊跟右邊是 Accuracy 跟 Precision 大家知道 Accuracy跟 Precision 可以選 是Total 的Data 裡面 對 OK 然後 Fucision 是 Total 判斷對 裡面 你要判斷 那一類對 對 比如說 二元分類 就是 比如說 0跟1 二元分類 判斷0 跟1 對 當分5 然後 我今天要看0的 Precision 0判斷對的有多少 這叫Precision 那 QS就是 全部測的裡面 我要看 對的有多少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它的實驗是 它的解析度 對結果的影響 那它的解析度 看起來是 解析度越高 通常結果越好 可是高到 這裡好像 30乘30之後 就已經達到一個Mesima 那它測70乘70 就有點掉下來 不過這邊沒有交代的很清楚 根據 這一篇論文第一作者 它另外一篇論文裡面 它這裡的 resolution 是以一個 gre 一個網殼為單位 它在前一篇論文是 一個網殼是一個5乘5 那它如果說 3乘3的 resolution 就是這5乘5 解析度變成3乘3 可是這篇論文裡面 它並沒有交代 它一個gre的大小是多少 它在文章的一小段 有去說它的網路 它說它的DNA 用到了32乘32乘32 然後convolution是 32個3乘3的filter 比較奇怪的是 它說用到的 它說用到的 看一下 不知道在哪一段 比較奇怪的是 它裡面用到CN 用到DNA 看起來像是兩個 這個DNA像是 Fully Condition Network 可是這邊的乘數 那我覺得這應該是 CNN 它是一個32乘32 然後它的 有32的殼 不過它 論文沒有交代的很清楚 我只能猜測 但是它如果輸入是 32乘32 感覺又有點太小了 因為它這邊又提到說 它解析度最高的就是 70乘70 最小又是3乘3 因為不太可能一個 輸入只有3乘3 因為這個 這個K線圖如果輸入只有3乘3 應該應該 應該是沒有辦法 判斷出來是什麼東西 所以依照它前一天論文 比如說它的一個Grid 是一個5乘5 那5乘5在構成 在可能一張圖裡面 再分成一個5乘5的Grid for example 那不重要 它沒有交代細節 不過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 就是說 當解析度比較高的時候 結果會好 這是可以直觀理解的 哪一個 哪一個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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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類估計 喔 屬於類估計 這裡所謂屬於類估計 就對應到這三個指標 因為他論文做了三個個別做了三個指標的試驗 他是分開的 就剛剛講的 BP Point Japan 還有 RSI 指標 還有 MACD 指標 這三個技術指標 各做了三個不一樣的試驗 那 MACD 剛剛有提過 MCD 圖比較複雜 所以他的結果相對比較差 他的 BB 還有 RSI 都有 看起來都有超過九成 要提醒一下 標誤解 他的 training set 是這種圖 而不是指標圖 指標只是說 告訴你 最後一天是買點 有指標 結果人我知道說 因為 data set 是人去收集 所以我可以用程式去跑 路我去跑這個指標 符合這個規則就知道 當天是買點 然後由當天買點 往前推一定的天數 去把資料機切出來 然後轉成黑牌的這樣子 所有輸入圖都是 K 線圖 跟這個收盤下的圖 指標只是最後一天 當作買進或賣出去 這篇論文是做買進的 但是做賣出去是一樣的 就整個反過來這樣看 就整個反過來這樣看 你指標 看到那天買點像是真實的 然後他用透過的指標圈 然後 就是我找 training 出來找不到 只要去符合 這樣的 K 線的 pattern 當天就是 我都要看起來買點的訊號 對對對 他只是用指標的方式去定義真實的背景 對對對 然後用符合的方式這樣子 就是一般我們人在看的時候 我除了看上面的圖 我也會看下面的圖 可是 這篇論文他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當指標買進訊號 我就是切那張 K 線圖出來 訓練他說 這樣的 pattern 最後一天就是買進訊號 所以他這個三個獨立 三個也不可能在一起 對 必須要獨立 在他論文他實作三個是獨立的 我猜他 真實教練就會結合 我覺得他應該實力讓在 有可能會有那個 Comfort 有毛根的地方 對 一般我們人在看的話 我們會同時看好幾個指標 那 因為這個 AI 在交易系統 特別是定德林在交易系統 目前還屬於非常早期的研究階段 我認為我猜測 這個作者群 他們一定有做結人的 但是效果應該是不好 因為你會 人會主觀判斷 你如果主觀進去 就太會難 基本上在實戰上面 應該把它通通合在一起 做一個綜合判斷指標 才是會比較理想 基本上這邊論文 就在講這個 利用了各種 從 Machine Learning 分析器 Deep Learning 分析器 來利用這個 技術分析裡面的三個技術指標 來模擬的內看這些圖表 來判斷自動判斷買賣以去 OK 好 今天 跟大家介紹一篇有趣的文 想答案的問題 那我做回測嗎 就是 它其實它最好的結果 應該就是那個指標 可以做回測 它就是拿歷史資料去做回測 因為 這是美國資料 美國資料已經上百年了 所以它 它可以用 S&P 500 直接去測這些結果 直接去測這些結果 它裡面有提到嗎 有啊 有啊 它就是 那個 Accuracy 應該就是測出來 對 就是 我已經從它的教育的功能 都拿現實的 對 呃 因為它這裡秀的 我印象當中 它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我 基本上 我 我個人的主觀意見 以我 自己 曾經 交易 的經驗 這個 比實戰還很遠 那你可以 當作一個參考 就 不管是在 這個 商業的開發 還是 發學術論文的研究 那 這是一個 很大一塊 處女地 就是 不像那個 NLP跟 CV 它相對的 有很大的進展 它相對很擁擠 那因為這邊 牽扯到龐大的利益 所以它的 你如果仔細去看這篇論文 你可以看到 它很多細節 其實都 沒有來過 交代很清楚 它甚至在開口就講說 這篇已經申請專利了 Pattern Pending 不過我如果設法去社群有沒有找到 它 它申請的專利 內容是什麼 如果你有找到 也可以 分享 比如說 整個這個 金融業的 相關路 其實沒有這麼open 因為 可是 那我不知道它這個 討論 它現在這個分析做得很好的話 PCS這個指標 的時候 任何這個指標 要買的時候 要買的時候 它的分析就不夠 真的 它還是應用很簡單的規則 那實際上面 一個 有經驗資深的教育員 不會 用這麼簡單的教育 他 他 他 對 因為 說穿 我覺得 寫這篇論文的這些學者 本身應該是沒有 對普道教育應該是沒有很多經驗 或是 他們在 發表學者論文 在 現實 離這個學術理論 還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 他們 只要有學術 有突破 那 真正在 商場上的交易 要能夠實際用 還有很大的距離 我目前看到的 目前真正有用的模型 計量模型 都還是統計了 漸漸的開始 有比較多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技巧 Deep Learning 的技巧 還非常非常的原始 或是 如果 如果 不要太 自動高頻 就是說 這個其實還有一點 五十段非常短間 其實還是可以 有一點參考 我 我個人看法 你如果要判斷這些買點 不一定要用定分力來做 就像今天 在講那個 New Network Delight 的時候 如果這個問題 沒有複雜 需要要 用到New Network 你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就好 我上次那一篇 就是 Martin Makin 那一篇 他其實有一張 但是那個態度 我就沒辦法 他有 他有說到就是說 例如說 你在同一天 就是上 前一分鐘 前一分鐘 後一分鐘 那個 他的跳法 是 是 叫做 布朗運動 所謂布朗運動 就是根本 沒有辦法預測他 對 那個就是 那個 劑量模型裡面 用到的 統計分析的技巧 那個大部分 還算是 沒有特別定調 不一定 就是 呃 這些 這些開發出來 不管是 比較傳統的技術分析 還是 現在 這個高等交易用到的 這個劑量模型 他並沒有限定在 用在哪一種商品 那你可以用 比如說 用在貨幣 外匯的交易 也是可以 那你可能會針對 不同區域 不同的商品 有一些參數 其實像我們在 訂正裡 要 tune這個 hypermatter一樣 這些包含天數啊 什麼的 也是 要根據 你的經驗 市場 去調那些參數 調到一個 對 對 因為大部分 就我理解的很多 因為 剛剛講到那個 包吟公園 其實實用上 高用 他其實就是 你家的過種種子 然後一般希望 所以這也是 商品 就做定價 其實 就我知道大部分 都是做這一款 那 不確定 你不是 但是你已經做期望值了 你已經是用光 轉變去光螢幕 模擬這個時間點 未來一年 土價的所有總是成 那你這也想 就形成一個體股點 然後再做它 做定價 那你以買權 買權來講的話 他絕對是 大螢幕的稅後 大螢幕K子 就是買權就是有價 大螢幕K子 小螢幕K子 買權就沒價 那其他就是透過這個 機率的分數 去算出這個期望值 就是說這個 買權的價格 就是 大部分的 我理解的大部分 都在做對面 一般的 計量模型 通常都是在做 短線比較多 就是它做高頻交易 就是它 它的思維 這個 這個 那個 文藝復興公司 那個數學家創立的 那個 這什麼基金公司呢 它跟以前的方法 以前的方法就是 我剛剛講的兩大門牌 這個 這個基本分析 跟技術分析 那後來這個 這個 即將交易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 去賺價差 所以 其實算說 下一個時間點 很短的時間點 它贏的機率會多少 所以它的那個買賣 都會很快 這完全 基本上 最起碼要做到 半自動化的層次 像過去 幾年 你會看到 股票崩盤 就是都是層次交易的 它設了那個switch hole 突然 打到 然後大家就開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一起殺盤 就是觸發那個switch hole 層次就自動止損了 這是大家所謂的高明交易 所以它理念跟這些方法 有一些重疊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但它用到很多統計方法 那現在已經開始有趨勢 machine learning 已經開始有用到 然後 開始有一些人嘗試 要用 deep learning 的方法 來解決同樣的這個問題 好 你現在 現在美國 美國股部跟市場 沒有市場效率 是不是也是因為這些 也很高 而不是 如果是最近的市場 是因為 這個 美國 這個 五線QE 就 當它要跌的時候 它 它就去買在 這個 所謂的 ETF ETF級衍生性金融商品 比如說它以這 所謂的S&P 五百大公司 的 指數 當作一個綁定的 買賣價格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 基金 我們叫 ETF 那 還有所謂公司的 ETF 美國這個 中央銀行 它就不斷的 印鈔票 來買進 支撐這些公司 因為 疫情的關係 這些 然後 很多公司 基本上都沒有在營業 所以 一直在持續燒錢 所以它就去買公司債 買美債 然後買衍生性金融商品 然後 給這個 一般老百姓發錢 所以 變成說 大家就很有錢 不消費 因為怕 但是 看股價一直在漲 所以大家就把錢 丟到 股市裡面 你即使有 這個做什麼 要把它拉下來 大家 錢都不斷進去 因為一般散戶 都只會做多 不會做空 只有行家才會做空 因為 做空 風險比較高 所以就很 很難讓這個 股市 恢復比較正常的漲墊 你會看到 變得很不規律 就是你用 各種 不管是基本分析 還是 技術分析 會很常失靈 的原因就在此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